決戰武林高雄市青年局舉辦的 熊爭舞鬥國際街舞大賽總決賽 在今天登場 三大精彩賽事競爭是非常激烈 其中的Breaking Battle組冠軍更能直接晉級 成為下週舉辦的高雄P1舞大賽的種子選手 隨著音樂節奏選手帥氣熱舞 突如其來一組大風車 再接高難度地板動作 年輕朋友在台上尬舞超熱血 雄爭舞鬥三大精彩賽事 排舞賽、Battle賽和K-POP即播即跳 武林高手們展現高抽技巧 實在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高雄吉祥物高雄雄也上台秀一段 只是跳太High不小心側摔 也讓觀眾們彗星一秀 很感謝這個文化局跟運發局的支持 我們一起合作 讓我們的這個街舞大賽 可以辦在我們的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海音館 這其實是我們台灣在舉辦各大街舞賽 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場館 那我們也期待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好的場地 可以讓我們的青年朋友 有很好發揮的舞台 高雄市青年局舉辦的熊爭舞鬥比賽 已經來到第三屆 對青年學子來說 熱舞不只是運動 也是展現自信的一種方式 高雄市府更是智力推廣 納入到我們巴黎的這個霹靂湖大賽的 這個項目以後 我們所有的霹靂湖在高雄能夠更花樣 能夠更深入 歡迎大家以後多多來參與 賽事總獎金高達45萬 Breaking Battle組的冠軍 更是能直接以種子選手的身分 參加下週的高雄霹靂舞國際大賽 接連兩場熱舞比賽 嗨翻港督 謝謝鄧鳴 講紅燒 高雄報導